來到星期六的大家珍風騷 如果有留意我們星期六、星期日版的聽眾 都知道我們會有美食團 今天會跟大家吃什麼呢? 就是跟大家吃拉麵 近幾年香港越來越流行 越來越普及開了很多家 大家有沒有什麼心想要推介呢? 我們很快就講一講 我吃過有一間在禮頓道 那個麵包店 丹麥麵包店 轉進去好像車行 維修車 有一間我吃過 一碗好像百多元鬆一點 現在整個拉麵都要百多元鬆一點 八十八元氣的那些 根本都不飽 哪裏很飽呢? 那一拙仔麵 不止一拙仔麵 韓姐很大食 很大碗麵 她要拙好長才拙得飽 那個碗就很大 湯也很多 那個拙麵真的好少 很少 看看鱗姐 鱗姐有什麼 我是一般的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那個環境 吃拉麵的環境 通常都比較逼夾 又好像很趕你離開 一來沒什麼選擇 通常有些很專門吃拉麵的店 都是來你去幾款 然後你去到沒什麼你選擇 很快就給你一碗麵吃完 很多人又看著你 讓你加個位子出來 那你很大壓力 那你連著 哇 莊斯文進來 那個看著你很正常 因為我吃東西很慢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人要等位 或者地方很逼夾 對於我來說 心理壓力很大 都是的 吃拉麵吃到有心理壓力 我也是第一次聽 現在多了很多 做得很出色的拉麵 起碼在排隊排你一個小時 是啊 所以我不太行 唯一我會吃的是 其實有一間店很出名 他也很出名 不做外賣 所以我不可以開他的名 但是我知道 去某一間地方做整支甲 那間拉麵就可以送過來 為什麼呢 因為太近 因為他們剛剛的後門 正正對著這間拉麵的證明 沒有人手跟你送 對 其實是鬼祟送的 因為他們很熟 整支甲店 鬼鬼祟祟跟那些夥伴熟 那將來是不是可以外賣過來 不要讓你老闆知道 不近就可以 通常我會在整支甲的時候 吃那間店舖的拉麵 一條龍服務 整支甲就是叫拉麵 其實去那裡不是為了整支甲 是為了吃拉麵 這樣也挺貴的 周生呢 周生的推介就是這個橫光拉麵 橫光拉麵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三四年前 為什麼你這麼聰明 正正就是我今天想說的那間 很合格 你們兩個鐵衫隊 混合 斷貝山的你又在說 就是怨氣 橫光拉麵 為什麼我今天要介紹 橫光拉麵 橫光拉麵就是油麻地 油麻地尼敦道 中間其實它其中一段有條挖頭路 我沒有記錯 那裡有一間八英旗 是八英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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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條挖頭路 它其實就剛剛在一個 橫光拉麵 正正在橫光拉麵 隔壁 隔壁 首先它的歷史都算是挺悠久的 是嗎 它剛剛踏入25周年 那也很久 已經押納在那個位置25年 即是未興吃拉麵的時候已經有 即是它比這個滅千拉麵 應該是 差不多時間 但是它真的是一個日本人 在香港開了這間小店 這間橫光拉麵 當然它主打就是橫光的 Style的拉麵 雖然也不會分 我都不太會分 好像不知道湯底 或者它的配料 就可以分到它是哪些地方 但我就不太會分 我只知道北海道會有粟米牛油 就是北海道會分 因為我們分都是豬骨 麵糞 味精湯底 但基本上全部都是味精湯底 一定是味精湯底 很重味精 一般我吃的那些都 這個橫光拉麵 我覺得豬骨湯底就可以推介一下 豬骨湯底 因為它有很多種 譬如你吃好像九州 我記得好像九州 一定是給豬骨 其他那些 你可以選擇 清湯 麵糞湯底 還有醬油 不是 鹽 還有醬油湯底 你可以自己選擇 我那次去吃冷麵 因為它的冷麵 只是夏天才有 它只是夏天才有 現在就是夏天 大家可以去試試它的冷麵 冷麵我很喜歡吃的 我也是 我喜歡它的冷麵 除了汁醬之外 它有兩樣的醬 給你混在冷麵 一種就是 麻醬 不是麻醬 是黃芥辣 另外一種就是沙律醬 你可以拌在一起吃 另外它那條蟹棒 那塊蟹柳 我不知道是蟹柳 真的一口肉 我喜歡凍冰冰吃那塊蟹肉 我會覺得零食好吃 不爽 可能是爽甜 只有一條蟹棒 那條蟹棒 那條蟹棒 很大條的 很大條的 旅衛炎 夠餵飽你的 一條很幼 那怎麼辦 那就叫老闆來多一條 要加錢 我想知道有沒有外賣 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外賣 多拉麵店都沒有外賣 它真的未必有外賣 你的意思是沒有外賣 它不送 你去買 有些是買都不行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因為它要把最好的那種感覺 留給你 因為如果你在外賣 可能那些麵 一餅飾 一餅飾 我喜歡去這裡吃的原因 就是它可以讓你選擇麵質 就是粗麵還是油麵 不是每間都可以 粗麵、油麵 它有粗又份 還有你可以跟它說 要硬身一點 還是要軟一點 你可以落單的時候說 好了 我這次吃 除了吃了這個冷麵之外 也有吃過櫻花蝦 櫻花蝦拉麵 我問師傅 我問櫻花蝦跟其他有什麼分別 他說這個湯底 就只是用這一碗麵 你吃其他的九州 叉燒 是沒有這個湯底的 最主要是放櫻花蝦之外 就有原背粉 變成這個味道 只有這一碗麵才有 我第一次吃 因為我吃了很多次橫光 我第一次吃櫻花蝦 我確實是挺有海鮮味的 湯底 還有我覺得很有趣 很多櫻花蝦 就在旁邊 還有我要告訴大家 在橫光拉麵 吃拉麵 有一點點的 叫做 又不是竅門 這些提示 可以告訴大家 是 大家看到 在櫻花蝦 先說一些賠料 在櫻花蝦 在櫻花蝦裡 除了有辣油 或者醬油之外 你會看到有一瓶芝麻 大家一定要吃那個芝麻 我每一次都起勢下芝麻 它的芝麻瓶很有趣 上個月可以攪拌 大家拿了一個瓶 調轉去 然後不斷攪拌 那些芝麻磨碎了 就會放在湯裡 或者吃冷麵也可以加一些 另外如果吃湯麵的話 橫光的湯麵 其實插了一塊紫菜 大家就會拿了那塊紫菜來煮食 其實它是讓你怎麼用的呢 是讓你浸在湯底裡 讓那塊紫菜的紫菜味 融在湯裡 會比較好吃 不是直接吃的 其實就不是直接吃的 大家下次吃橫光可以試一試 另外特別推介 就是它的味肉 即是叫做 一定要試一試 唐心蛋 非常好